前往未知的孩子 孩子坐 都很高背手機 二董福利聯盟這幾年研究就發現 孩子開始拿手機的年會 並近期在10歲 而且越早開始背手機的人 近時的時間就越早 有難過醫師就發現 若孩子遇到長期 不算手機 近時的機會就變成 今天應該要幾歲才能有自己的手機 有得到 領域悶堂 太過早 手機大概從高中 高一高二 我們才開始讓他用 因為知道3C產品 其實對小孩的大腦智力發展 跟視力發展 都很有很嚴重的影響 在走路來問家中 有人表達 不讓孩子來看手機 不過經期在當時 好理論民的調查 這幾年來 孩子遇用手機的2歲 日空19年調查專台 全過11歲到14歲 今天 平均10歲就開始用手機 而且遇用的比例 比到六年前來看 多要試試看 2013年的時候 全台灣的小朋友 擁有自己的智慧型手機的 這個比例大概只有三成八左右 結果經過六年後 來到2019年 哇這個比例就大幅的 翻倍的增加到百分之八十二 在好年民標時 孩子拿手機的年會來降機 也代表到軍事的會數越來越少年 針對這個問題 甘殼疑似說到一個優美的現象 如果剛才放回家的時候 會有兩種比較特別的求情類型 一種是因為經常起康刮 軍事的度數所來降機 另外一種就電動病 醫師表示 竟然越走到軍事 將來承諾的風險也越高 除了上百周 也因為家長跟竟然 使用上的認知不一樣 所在的親自衝突也變得比較多 記者的電話問答案 台北報道